零四零三强震花蓮红丹围楼目前增加了25处 为此花蓮县长徐真卫协同立委复昆奇 5号下午前往花蓮市多处实地县堪民宅 以及大楼受损的情况 亲自向乡亲们表达关心以及慰问之情 而县长徐真卫表示 县府会尽最大的力量来协助 为于花蓮市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公寓大楼 墙震后主体钢筋外漏墙面严重毁坏 住户们冒着愚症不断的危险 进入家中把家当尽速搬出来 4月3号下午 健管科就来鉴定过 就已经贴红缸变成围楼 刚震完就开始搬了 刚震完就开始 刚震完大家就要进去拿了 都要进去拿了 里面就是A跟A不动比较严重 就是钢筋全部都外漏了 目前花蓮红丹围楼增加到了25处 为此花蓮县长许正卫 协同了立委副昆琪 前往花蓮市多处实地县刊民宅 以及大楼的受损情况 亲自向乡亲们表达关心与慰问 并表示县政府将会尽最大的力量来协助 那现在开始在对于我们的洪黄丹的部分来再一次 跟结构技师建筑师工会 还有亲政府以及屋主一起来对于洪黄丹的部分再一次看 那看到我们有相当多栋的洪丹的集合式住宅 有一些判读上有一些立即性的危险 那这些因为是属于民间的财产 那有立即性的危险 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屋主 所有权人能够大家有个共识 我们把这个同意书提出来 那有县政府我们来帮大家把这个危险的建物把它移除 让还给大家一个居住的安全的环境 违及公共安全的这个建筑物 这个部分县政府会来协助拆除 那这个经费也会由县政府来这个支应 因为这是维护到 这维系到公共安全的部分 而至于有些黄丹的住户 对于居住上有疑虑怕危险 这部分花莲县建筑师工会 后续也将会会同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再进行更加仔细的建物安全性评估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